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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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精神 或者美國憲法的時候 我們也 也談一些 別人對我們的誤解 可能只有我這個單元 才釐清一些 別人對我們的誤解 所以這一部分從此 好像要講一講 就是 外面 你在跟人家談這個人家 會有一些負面的聲音 比如說 你要把 你要把台灣 給美國 或是 另一種 你的目的就是台灣反正變成 美國第五十一週 或是 你要 你要把台灣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有的這些說法 要稍微弄清楚一下 你說 你說 我們要把台灣送 送給美國 我們的目的不是這個 我們在這個論述裡面 我們是主張 台灣人自己的權利 對不對 台灣自己的權利 也就是說 這個 也就是說 嗯 這個既然 那個國際條約沒有指定 台灣要給誰 那這個 很多人就說 喔台灣 屬於台灣人民的 這是一般人的反應 但是這個反應 也難免太快 因為這個又不看到慣例 沒有一個領土 在國際上沒有一個領土的那個主權 是屬於個人的或是某一個部落 那個團體的 是屬於一個政府的 這個 這個是所有的例子 那 同樣的在台灣 這些所謂國際法學者 這個基本的觀念都搞不清楚 民進黨也是 基本的觀念都搞不清楚 所有的東西是屬於 這個領土的權 是屬於一個政府的 不是屬於個人的 那也有人提出說 政府是人民所組成的 沒錯啊 但是還是要組成啊 所以 在日本 在那個條約裡面 他說他放棄台灣 那接下來台灣很多人多年來 他說那台灣屬於台灣人民的 不是 你自己要成立一個政府來接這個 他不是屬於 那ROC就是一個政府 ROC過來的 對 但是不是給外來爭權去領土 跟那個蘋果一樣 不是外來的人 就可以過來拿那個蘋果 等到我 我這兩三個當地的地主在 爭論這個蘋果屬於誰的 不是外來的人 就可以過來搶走這個蘋果 不是這樣 OK 所以ROC沒有份 但是也有份 這個要討論 ROC的政府型態 所以為什麼我們成立民政府 就是按照那個國際法的那個官吏 是 就這樣一個組織才對 這個體系是屬於自治 自己管自己 也不是要外來的政權管自己 也不是要 美國所有的官員派來 然後他說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我們要有自己的做法 OK 所以就算那個公民傳利法案 我們拿出來 我們自己覺得 比較合理的一個法案 這個跟美國的國際法案 有什麼大的不同 當然最大的不同 不同是 我們沒有屬地主義 亞洲是沒有屬地主義 所以兩個印度人在台灣生孩子 那個孩子是台灣人 不是 但是兩個印度人在美國生孩子 那個孩子是美國人 是 那是屬地主義 美國有屬人主義 屬地主義 所以 我前面講的 我們 效法案通過美國的做法 但是並不是百分之百 照盤傳授 所以胡錦濤去美國的時候 他以前好像跟那個布希在講 他說什麼 兩個 非洲人來美國生個孩子 而這個孩子是你的國民 然後可以接受一切的福利 你瘋了吧 金濤就跟布希說 你瘋了 我們在中國 兩個外國人來生孩子 跟我什麼關係啊 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他們不是屬地主義 他們不是屬地主義 他們是屬人主義 一定是協同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亞洲的 日本一樣嘛 兩個 巴基斯坦人 在日本 生孩子 那個孩子 是日本人嗎 不是啊 所以 我們的 這個 公民傳遞法 也是採取亞洲的這個方式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不一樣的部分 不過這個比較符合 亞洲人的文化 因為美國現在那個已經 已經出很大的問題 那個已經出很大的問題 會造成 會造成很多問題 所以他們也想檢討 問題是憲法都已經這樣寫 他們將來 很多人對這個有反彈 因為他會增加每一周的那個 預算支出嘛 因為這些新移民馬上就變成 他的下一代就變成 公民 然後他就可以主張很多福利 包括讀書 就業 就業輔導 還有 醫療什麼都可以主張 OK 所以這個不一樣 所以 我們是不是把台灣要做為美國 五十一周 我們也不要 我們也不需要做為第五十一周 很多人學美國歷史 他就學到那個 周什麼行程 他沒有學到那個 海外領土怎麼來的 美國還有 這個主要的 目前有五個海外領土 對不對 有波多里克 有關島 有 Bay Mariana 春島 American Samoa 還有哪裡哪裡 這五個 這個 海外領土 就是 維京春島 耶塞加勒比海 這五個是 不是 美國五十周以內的 他是 海外自治區 那他的自治 他自己管自己的這個程度 這個也是配合當地人 的那個 意願和當地人的那個 怎麼樣去組織啊 像有的地方的人 他很 他不是很積極嗎 台灣人比較積極對不對 馬上要成立一個 一個眾議院 馬上要成立一個 一個參議院 馬上要 要組織這個市政府 縣政府 台灣人比較積極 有的這些國家 他 喜歡坐在沙灘上 喝椰子汁啊 看著太陽 他不是很積極 對不對 這不一樣 國民 所謂國民性 本地人的性格 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台灣可見 我們的自治 就會高度自治 那我們決定 我們要做什麼 在那個體系裡面 在比如說 美國憲法體系裡面 有什麼樣的 有什麼樣的情形 就 我們自己 大幅度的決定 那 也有人認為說 美國憲法有基本人權 保障 基本人權保障 所以 一旦你給美國管轄 那你基本人權保障 拿到台灣 哦 完蛋了 因為美國 法修正案第二條 就是可以擁有槍支 所以台灣每一個人 跑來跑去都有槍啊 那不是就社會治安 就糟糕了 那這個是他們沒有學過 那個美國的法理 其實 美國的那個法理 和憲法這樣寫 都是跟美國歷史 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那個 英國人來的時候 本來美國有13個殖民地嘛 在東海岸嘛 在東海岸嘛 每次 他們 那個時候 開脫 這個殖民地就是 一定要有槍嘛 因為他要打獵嘛 那後來跟英國鬧不好 他每次英國軍來 他們就到廣場裡面 敲羅大谷或是搖個零什麼的 大家集合 然後去打仗嘛 那這個就叫做民兵嘛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大家習慣就是 他的槍不是放在固定的一個倉庫 有沒有 他是放在家裡 因為反正他平常要用嘛 所以就有這個民兵的這個制度 所以後來那個一直延過來 就變成憲法裡面有這一條 那台灣有這樣的歷史嗎 沒有 沒有 Maybe 有一些山地同胞 他們可能 曾經 要用這些傳統武器來打獵 那我們可以做特殊的考量 他是不是 我們可以許可他 繼續他的生活方式 但是一般人民也不會說馬上尼克有槍或什麼 所以就算美國憲法裡面最為標榜的 保護人權的修正案第一條到第十條 也不是自動到海外的自治區就生效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我們也必須了解 所以就想說 人家說 台灣的民風 台灣的人民 他的知識 他的做事的客觀性 種種 夠 來接受陪審團制度嗎 那很多人會質疑 但是美國憲法 就修正案前十條有保障陪審團制度 那這樣的話 不是台灣的司法制度就大幅改變 然後什麼樣的 那不是這樣 那個不是自動延伸到海外管下去 所以 你可以 看看美國憲法那些條文 那 像那個人權法聯 修正案第一條到第十條 那你要什麼東西 你就寫到當地的法律裡面嘛 譬如說 如果我們認為我們非要陪審團不可 或 要不然就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案子應該有陪審團 我們也可以這樣選擇性嘛 那我們就寫到我們當地的那個法理規章裡面就可以了 不必靠美國憲法給我們那個 那到底美國憲法的人權 到底有什麼可以主張呢 大概大法官所講的就是 到所有美國管下去就變成 生命自由財產正當法律程序嘛 這四個 也就是剛好修正案的第五條 包含在有這些 生命自由財產正當法律程序 生命自由財產正當法律程序 所以有這四個是比較正的 所以 Liberty 犯例上自由不是完全貼切的 but anyway 它也是包括旅行自由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有沒有旅行自由 有的人說有有的人沒有 但是林博士不是講得很清楚 我為什麼要用一個假的護照 來去旅行 我不要 我要用真的護照 我是什麼人 對不對 那我要用真的護照來旅行 不要用假的 所以 這樣也是 我們要對自由的解釋 我被強迫 用一個 不是我自己符合身份 來做旅行 那我不要 所以林博士就不出國 OK 他有他的堅持 這個很好啊 對不對 那 所以 我們跟 憲法裡面那個感覺就是這樣 那另外 當然台灣將來要有一個基本法 有個憲法什麼的 那很多人說 既然每個憲法是簡單的幾章 沒幾個字 幾千個字 那我們也拟出來 相同的 我們就不要幾個字 我們就可以有個基本法 這個說法我覺得是很天真 因為去看任何一個周法 那個周法像 你很容易網路上就可以看嘛 加州的那個周憲法 它裡面 好像有五六十不同的章節 什麼都談嘛 什麼都談 每一個東西就是很明確的列圖 環保 公投 自身的權利 對不對 就是說每個人我有一個身體 但是你知道 不是我有百分之百的自由 我身體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沒有 我們就在今天的社會裡面 國家 國際社會 對我們使用自己的身體 有各種限制耶 對不對 女性特別多對不對 這個國家說可以多胎 那個國家說不能多胎 哇塞 那是我自己的身體 我真的不能做決定 有這樣的情形 對不對 那有的人說毒品呢 他說他要打毒品 他有傷害到別人嗎 犯罪本身應該是 傷害別人才叫做犯罪 怎麼傷害我自己還叫做犯罪 這個 有的人認為不通耶 對不對 我拿個斧頭去敲別人的頭 這是犯罪 我拿個斧頭敲自己的頭 屬於犯罪嗎 社會學家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anyway 所有的這個東西要規範 因為今天 我們談到 譬如說環保 那每個大法官他可以做一個對環保的解釋 他必須探討所有的歷史 和所有以前的法案和美國歷史 這個環保的觀念 怎麼引進過來 怎麼慢慢演變 怎麼樣怎麼樣 他必須探討所有的這個 來龍去賣 去看 某一個環保的限制是符合 美國憲法 yes no 因為你會知道 200多年前寫的美國憲法 沒有環保兩個字吧 沒有 所以他必須引述那個精神 看看美國歷史 來做一個判決 來談到底怎麼樣怎麼樣 那恐怕 一個現進的 國家現進的州 現進的自治區 沒有那個美國時間來玩這個 沒有那個時間 什麼議題 等我們自己本地的大法官做一個詳細的解釋 我們才知道傳遞義物在哪裡 對不對 我們沒有那個空 所以必須明確的列出 就譬如說現在先進的環保觀念是說 你是生產者 你必須負責你東西的回收 OK 所以你生產汽車 那將來這個汽車報廢的時候 人家只要看到 Oh Toyota 他就打給Toyota服務中心說 你有一個報廢的汽車 在哪一條路你拖走 那是你的責任 你是生產者你要付出回收 那不是國家的責任 對不對 你生產你的 你賺你的錢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爛攤子留下來 給國家人民的稅 去處理 No 現進的觀念是說 你要負責那個後果 可可可樂生產你的那個 那個瓶子的回收 那個保利龍的回收 那個所有的那個器具的回收 是你的責任 對不對 這個是現今的環保觀念 所以我們要這些現今的觀念 我們就寫到憲法裡面 廠商必須負責環保 必須負責自己回收 他所製造的這些廢棄物 不管是一體的 固體的 氣體的 不管是什麼樣子 他必須做 我們很多那個觀念 必須直接寫進去 還有人民的那個公投 你直接把它寫進去 人民有什麼傳遞 他的門檻在哪裡 什麼樣的議題可以 什麼樣的 還有一些觀念 現在就是 加州有那個 比較 比較 比較詳細的罷免法 他有罷免制度 比較 比較大 比較廣 所以什麼 什麼官員 你覺得做不好 好 你怎麼把它罷免掉 你人民 怎麼連署 怎麼做 才能把這個人 不管是法官 不管是州長 以前阿諾為什麼上去 就是因為前一個州長被罷免掉 那是人民連署所引起的 那你今天到總統府 丟 丟番茄 丟什麼 你可以罷免馬英九 他設計的那個體系 大概沒辦法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要想一想 將來 什麼樣的制度 OK 要什麼制度 所以 這個將來 我講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沒有辦法做一個很簡單的 基本法 很簡單的憲法 你必須把它寫得很清楚 然後 你還要考慮到 這個公司 就是盈利團體 跟政府會有一些 互相配合 互相對立 對不對 那 你要限制盈利團體 你最好把那個放在憲法裡面 因為如果你放在法律裡面 那那個 那個遊說團體就會給你打掉 因為公司都是給他們錢嘛 去遊說那些立委 對不對 他就跟他講 把這個 把這條拿掉了嗎 把這條拿掉了 所以 很多法律 從出版本到最後立法院 通過的 哇所有的 牙齒 都拿掉了 中罰款為了某一個 這個環保團體推動一個很好的法案 等到立法院通過了啊 從罰款一天兩百萬 變成罰款一天兩千塊 沒有效果 OK 那 還有 就是 我們將來 你我們要的 其實 所以 每個人蒐集嘛 每個人蒐集他覺得比較重要的 我們將來可能會 成立什麼研究小組 你 你蒐集你認為是必要的放在那個憲法 基本法那個規定 你就 到時候你提供 給那個小組 我覺得應該有這條 我覺得應該有那條 我們現在 想接觸到很多團體跟他們談這個觀念 可以開始你台灣新的憲法 以前阿扁在執政 好像是2006年 就新憲法已經實施了 他有答應 他有答應我們 好像後來 沒有實施耶 完全交了百券嘛 那 那個 其實我 我個人 作為美國人 我是覺得 阿扁所做的事情 蔡英文沒有提出解釋 Why 他為什麼沒有做到 當然我沒有投票權 但是我認為說 如果他跟我碰面 我會說 你沒有提出阿扁該做的 你沒有做的為什麼 我絕對不可能投你的 因為你就是躲避 躲避而已 你沒有面對事情 所以當然他知道他不會跟我見面 他不要面對這些課題 OK 所以 這些種種 我們作為自治區 我們就有權利 去 那有的人就是好像很 很 有一種情感的感覺 也就是說 美國的伊州 非常好 但是美國的伊州對你非常不好 因為伊州 等於在美國的管轄體系裡面 他是已經定型的 他已經定死了 不能再動 OK 所以 為什麼有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 南部要有棉花 他要有努力來摘那個棉花 北部工程比較多的時候 他根本不要有努力嘛 不需要嘛 人權嘛 不要啦 所以南北就 談不容 南卡羅來納州就宣佈 退出聯邦 退出聯邦 林肯說不得推出 不可以退出 一旦稱為州是不能退出 然後他引述憲法一些理由 所以南北戰爭就開始 所以今天還是一樣嘛 你一旦變成一個州 你就不能離開 台灣不是希望有一天 如果國際情勢比較平穩 中國已經分裂了成七八個國家 那到時候台灣就可以 向美國 譬如說多少年後 向美國提出要求說 欸 我要成立自己的國家 那美國 在1934年 菲律賓提出這樣的要求 美國國會就提出 十年的時間表 你完成這些事情 我就給你獨立 結果菲律賓大概拖了 多拖了一兩年 因為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 難免嘛 但是後來他完成那些事情 美國就宣布菲律賓獨立 就這樣 所以既然是美國在管 那你不需要爭吵什麼 你不需要宣布獨立 這個是我們對每一個 一個一個台獨團體 我們就說 喔你要獨立 你要向誰宣布獨立 他們都打不出來 所以這些人的頭腦真是壞掉 你讀這麼多國際法的政治書 什麼你沒有看到一個關鍵 所有宣布獨立 是面對一個所謂母國來宣布獨立 你台灣要面對誰宣布獨立 中國 中國哪一個條約你屬於中國 你告訴我 那他說 那我每天在做什麼 或在中華民國裡面 我說我跟林博士就是要問你這個 你每天在做什麼 對啊你神經病嘛 你每天在那裡繞 繞不出來啊 因為你頭腦壞掉耶 然後你在去海外說 喔回回我們的妻子 我要進入WTO 喔回回我的妻子 我要上聖母峰啊 那個什麼時候是你的妻子啊 你頭腦壞掉耶 我要主張台灣的船 你什麼事情都包中華民國 包他的大腿 海外更可笑 喔 喔何先生 喔林先生 你這個論述很好啊 我們住在美國 我們也很支持啊 不過啊 你們下下個禮拜要開那個會啊 這個可不可以延期 因為那天啊 那個住外辦事處啊 他有一個大的宴會啊 我們要去啊 我說 住外辦事處有宴會 你為什麼要去啊 我每年都去啊 所以你支持中華民國 哎呀不是說支持中華民國 但是那邊都是老朋友 我說Stop Stop 他所有的活動你不要參加了 給你一個邀請函 你把他撕掉寄回去啊 他 這個台灣人做不到耶 這個情感你看 你被 你被那個政府洗腦到 你情感敲過禮制啊 就是情感敲過禮制耶 你想英國人在美國獨立的時候 發個邀請函 喔來吃飯 你想美國人會去嗎 更具體的你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個納粹黨的那些後裔 他的兒女說 我們要交交易啊 我們要交朋友啊 歡迎你猶太人來 你想他會去嗎 納粹把你猶太人殺了很多 然後他請你來跟他做朋友 你想猶太人會去嗎 打死都不會去啊 啊為什麼中華民國請你去吃個飯 你還去啊 這也是神經病耶 我們跟台橋講這個 他們大部分挺不進去耶 很簡單的道理耶 所以這個教育真的是 只能說國民黨的教育很成功耶 非常成功啊 因為你搞不清楚你是誰 也搞不清楚你的方向 該做的不該做的都不知道 但是每個人對自己八頭腰啊 非常關心啊 我要去吃那個那個 鯊魚羹啊 我要去吃那個糖素排骨 我要去吃那個燕窩 所以我就去了 這個在很多國家是 但是你接受到猶太人看看 他們絕對不會跟那些人 而且那些人他還要抓 他還要到處派間諜去查 這個人在哪裡 半夜都給他抓回來 然後審判 審判自己宣布判死刑就給他死刑 欸他們是這樣 你說原諒 原什麼量 你走了以後我再原諒 他們很嚴厲喔 所以那個伊斯列他的 他的那個最高情報單位叫 摩薩德 你碰到美國的CIA 他就跟你講 摩薩德也到處都有 你不要以為沒有 你不要以為沒有 他也是到處都在蒐集情報 有什麼小消息他們馬上會抓住 所以相比之下台灣人 這個政治遊戲不會玩欸 對不對 就是他們說的那個 四摩格政 那個什麼銀行或什麼地方 他抓住一些俘虜嘛 到了後來那個俘虜都同情那個罪犯嘛 台灣全體就患這個病 全體都患那個病 就同情死報者 這個你自己真的要回家要好好思考欸 因為這個在別人看起來是非常不合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 為什麼我們說真理這條路真的很難走欸 真的很難走 因為一旦爭出來 因為他就從小叫人家清理法 但是一般國家是法理情欸 他是法理情 先談我們該怎麼做 在法律上該怎麼做 然後再談別的 所以我們要想想 所以我們主張這個權利 如果我們要走清理法的路 那中國就馬上要出來說 哎呀古時候台灣屬於清朝的啊 那你應該回歸清朝的啊 對不對 哎呀不要講別的啊 法理不要講嘛 放我一碼嘛不要講那麼多 這個你接受他這樣的說法 那就上他的當嘛 沒有啊 所以你看中國 你看朱士馬基 為什麼他1972年 他就說兩岸中國人怎麼樣怎麼樣 那林博士強強告訴我們 上海公報沒有談到台灣人 兩岸中國人認為怎麼樣怎麼樣 那是兩岸中國人的事嘛 跟台灣人有關係嗎 應該是沒有關係嘛 林博士強強在講這個 但是anyway從1972年到現在40年 奇怪 為什麼中國還沒有拿到台灣 如果他要台灣 他為什麼還沒有拿到 那理由是什麼嗎 你想 如果你真的有把握那棵蘋果樹 你願意等40年才拿到你所有傳的證據嗎 你如果要馬上就請個律師看 還是告如果你有把握的話 你就請律師開始告啊 所以為什麼他們不告耶 為什麼他們不告 那有人說 中國大概沒有錢吧 那錢多的是啊 對不對 那錢多的是 那為什麼他不告 他可以登紐約時報 他說好 我要把台灣拿到手 我要用國際法國際法庭 什麼這些這些 我要把台灣拿到手 寫給我設計這個案子 我就想他十億美金 你想有沒有人願意接這個案子 十億 如果你是律師事務所 你有沒有興趣 接這個案子 十億不做吧 那為什麼他不做 十億對他有什麼問題嗎 那為什麼他不做 所以答案很簡單嘛 因為他請教一些律師 那些律師看所有的資料以後 看歷史資料 法 那個法律資料 國際法 條約所有的 他說你可以告 你絕對會輸啊 你絕對會輸 那你輸了以後 你糟糕了 因為全世界知道台灣不是你的 所以你用政治的手段 你必須用政治的手段 你不能用法理的手段 所以這個對我們是很重要的提示啊 他如果要談法理他沒有立場 世紀上是沒有立場 他如果談一大堆法理 其實他的法理都是假法理 對不對 就什麼 馬關條約無效 喔真的 他無效 誰說的 給我看國際法上 哪一個司法番決說 馬關條約無效 給我看啊 不是說你講什麼就對 我講什麼就對 不是說你叫 你信什麼 你做什麼地位 你講的都對 要靠證據啊 哪一個國際法庭說馬關條約無效 沒有啊 所以你覺得 所以我如果碰到他們的時候 我會說 我是那個支持統一的 我說你不需要跟我吵啊 你有種你去告嘛 你不是去告啊 你不會告嗎 你有種你趕快去告 你趕快找到有管銷的法院 你趕快告到底嘛 你不會怕說 馬關條約到現在 接近120年 你不會覺得說死效已經過嗎 你在等什麼 你等這麼久 今天講這個 我是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啊 你去告嘛 你不需要說服我 我告訴你 依我們所學的國際法 你會輸 但是如果你不認為如此 你去告 啊同樣的 凱羅宣言已經過戶給我什麼什麼什麼 好趕快告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可以從美國的文件因素 很多道理出來啊 那個文件就寫的凱羅宣言 就是一個新聞公報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法律上的意義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真的下去研究 呃我們都可以 發覺很多道理 啊正確的道理在哪裡 對不對 呃但是就 就談到那個 呃 當然我們碰過很多那個 那個譬如說 有的 有的人是 有的人是 譬如說台商或什麼 那 如果他在中國做很大的生意 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那你將來要選擇 因為 按照我們公民權利法 你就算符合 那個拿台灣身份證 但是 到時候我們很可能 有一條是要要求一個拘留天署啊 如果你長期在海外 我們可以不給你 對不對 所以你說你要早一點回來 那如果你不 那到時候你就變成中國人啊 那是你的選擇 所以 就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 就台灣 這個是我跟林博士很早很早就看出來 就是第一個步驟 重新要發身份證 重新發身份證 誰是台灣人 誰不是要搞清楚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動作 你沒有辦法 因為 台灣有起碼有兩種人 那個 那個流亡過來的跟他的人 那跟本地台灣人 那你說在伊拉克 有沒有美國官員進去伊拉克 我們是佔領伊拉克 那我們又 把美國官員插到伊拉克的民政府 或是伊拉克的當地政府 或是縣政府 或是市政府 有這樣的嗎 佔領者 與被佔領者都混在一起 沒有啊 這個是違反常理嘛 所以基本上 他們在這裡 這個現在的政府 就變成 台灣人也參加 這個流亡人也參加 這個亂掉了 全部亂掉了 不能這樣子 因為他們的 他們的意識跟我們不一樣 對不對 如果你應見一大批幾百萬的非洲人 他可能會開始講說 台灣是SOMALIA的固有領土耶 如果他控制國會 他通過那條 那你怎麼辦 凡言論違反以上條文 判十年有起徒刑 你怎麼辦 所以這個就是不同主權 在那裡互相鬥爭 那你這個 你這個 比較弱勢就 就 雖然你人數多 但是就 就被吃掉了 這個很麻煩 這個非常麻煩 我們要特別留意 所以為什麼要做一個 抗裝大盜 就往這個前走嘛 往這個前走 並不是 我們不是 什麼事情用舊制度 也不是什麼事情 用美國的想法 我們也 參考各國的想法 我們覺得什麼樣的做法 是對台灣比較適合 我是鼓勵每一位 你自己要隨時做一些筆記 然後到時候這些 研究法理這些小組 什麼成立以後 你一定要提出 你的智慧結晶 給他們說 我們台灣很需要這個 因為像我們以前 有一次我 那天結束這裡的訓練以後 有一次他 因為回台北我就不知道 每次有時候 每次有時候不一樣 看鞋油車往那邊走 那次是一個陳先生 是一個牧師 這個人 他知道很多事情 如果他不講出來 你就不知道他有這些知識 他去阿拉斯加北部參觀那個自治區 他們的政治運作和當地社會組織 這樣的經驗對台灣是很寶貴的 沒有幾個人有這樣的經驗 他又是做一些傳教 然後去那邊 了解那些小部落 他怎麼做 在美國聯邦政府體系裡面做那個 所以他知道很多事情 是非常寶貴的智慧 對不對 那我們其他人沒有那個了解 他還知道我們要上網路 要看哪裡哪裡 才可以得到那個知識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 真的有一些很寶貴的東西 可以拿出來給 貢獻給大家 讓我們全部都可以提升 對不對 就像有的人他在大學 或是研究所 他學過什麼樣的理念阿 他提出來給我們做參考 或是他神經 在海外有上過什麼樣的課 他有不同的觀念 我們應該這樣走這樣走這樣走 這個對我們將來有很大的幫助 OK 所以我想我所接觸到的 大家對社會改造就是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我們就必須花很多時間 現在先做一些法理上的一個整頓 我們才能走到社會的那種改造 因為我們有個基礎以後 我們有所有這個法律依據 喔我們該做什麼 我們該做什麼 我們的 我們的依據在哪裡 那 別的國家他就比較不能講什麼 那 那 有的人就說反正 中國一定不會允許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我想這個問題 不是很大 因為我們我們就在等 中國某些官員如果講一些話來得罪美國國會 我想這個就好玩了 台灣不是一樣嗎 某些官員就得罪了立法院 說好好好 不然我回去就砍掉你的預算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所以 美國某一些軍官就說 喔這樣的話那就是我去炸掉羅生基 美國國會就回去開會 說好 你講過了這句話好 OK我們所有中國產品 暫時禁止入口一個月 好 我看你國家一個月後是什麼一個情景 殘兮兮耶 所以你說要威脅美國的話 中國沒有條件 不要開玩笑 而且美國官員曾經告訴林博士 我們都很客氣 要給人民幣應聲也可以 我一個禮拜以內給你應聲 中國經濟起機到此為止 他只是很客氣而已 國際貨幣組織 WTO那些都是美國有很大的運作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需要講什麼 不需要講什麼 真正國際在運作上 他還是有 就是看他要不要做而已 那要不要做就是看你沒有把他激怒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兩個人相處本來就是很好 但是你激怒對方 那他就 如果採取很激烈的動作呢 是你交交不住 所以他們因為過了舒服日子過了太久 他不知道一些國際遊戲怎麼玩的 到時候可能他如果太激烈的一些動作 他就會付出那個代價 我是這樣想 更何況我們用網路或什麼 其實我覺得 其實他們有一些方法 可以透過其他的管道 中國都審查那個網路 他們有一些方法 經過別的管道 可以使那個原始的消息在中國普遍流傳 那這樣子人家看到政府見證的面目 他也會很生氣啊 因為他很多消息都給你攔截掉 對不對 那將來那些中國團體來台灣 我們每一條街就設了開放網路啊 歡迎你來查看看你的社會 真的面目是什麼 你的政府真的玩了什麼把戲 全部給他們看 每個人放一些書 中國真正的歷史是什麼 對不對 這以後大概他們政府都不要他們來 所以今天我們將到中午 我想大家大概都要下去吃飯 所以不要多囉嗦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們在這裡走來走去 你隨時可以請教我 或是請教我們林博士 OK 謝謝各位 請起立 走你 老腳吃中島